六年不曾到访美国一次,杜特尔特却为马克思紧急访华,这关键一步必须迈出。 五次来中国都不曾到访美国一次,所以基于这一背景考虑到如今中非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排除杜特尔特此番前来就是为了给马克思当局来收拾一下烂摊。 随着菲律宾当局,马克思越蹦越高,可以说该国如今已经是完全无视了过去几年中非两国取得的合作,反而是积极引入了美军的力量,将菲律宾推向了战火前沿。 拿最近的一件事来说,就借着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七周年,菲律宾和美国等少数国家联合发表声明,攻击并抹黑我方正当合法立场。 妄图借此再次在南海问题上兴风作浪,正在美国的角度自然是想要利用菲律宾挑起中非中途,达到遏制打压中国的目的。 也正因此,菲律宾在接到美国的力挺信号后,开始公然与中国叫板,在南海问题上的丝毫不带掩饰的挑战中国底线。 事实上菲律宾这段时间以来,不是第一次仗着由美国撑腰肆无忌惮了,而在这之前有消息说,菲律宾船只在没有经过中方允许的情况之下,擅自闯入了仁爱礁。 尽管中国海警船第一时间对其进行了警告驱逐,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马克思政府带领下,现在的菲律宾是胆子越来越大。 从闯入仁爱礁,变成直接在南海仲裁案的问题上来叫嚣,这无疑是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而中国在南海仲裁案的问题上的立场,当然也上来是一贯的,明确而且是坚定的。 早在七年前,我国外交部就发出了声明,声明当中就强调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在事实的认定以及法律适用上存在严重的谬误,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而对此,中方是不接受也不承认的,这个裁决是非法无效的。 而美国网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违反联合国宪章,或许确实应该教训一番,但真要说起来,相比之下,最应该说的还是菲律宾。 菲律宾作为亚太地区的国家,肆意的将预外国家的力量拉进来,那是引狼入室的做法,而中方给予了多次警告,但很显然,马克思当局并没有当回事,甚至不仅没有当回事, 还有意在除了南海问题上,妄想另外通过炒作台海局势来向美国献殷勤。 马克思当局想要获得美国的青睐,如今呢,想来这个其实很多人也都看得清,但是不得不说,菲律宾是越活越回去了,跟着美国能有什么好下场的。 马克思当局或许现在还看不太清楚,但是前任杜特尔特显然是看透了的。 而此番来中国,其实啊,他就是想要在中非紧张关系再升级的一个高度之前,希望能够取得中国的谅解。 马克思当局已然是一意孤行,而为了能够让偏航的菲律宾重新回到正轨上来,杜特尔特只能紧急访问中国。 当然,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必须迈出,要不然伴随着马克思当局持续的作死,中国哪怕有再好说话,也可能不再对菲律宾来仁慈。 那个时候如果是解放军出马,什么就都晚了,菲律宾将注定成为中美博弈背景下的牺牲品。 而其实杜特尔特访华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警告马克思当局,希望他能够长点记性,别再消耗中国的仁慈了。 至少马克思当局能不能听进去,就目前而言那也是个未知数,所以就等着看吧。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